1918年张学良奉了情罢的努力 在陆军下五堂赌金学习 领得到成功 学生之计就能直升五成 因为从小就跟军人合在一起 张学良的秒线力挺优秀 在学堂混的入狱等手 他所在的五官 在执行八级相同失严肃 因为不合格被郭松林军 道明批评 成功 张学良想求行 却被对方人力合逐 你张学良入校的第一天 就应该知道我陆军奖五堂的规矩 不管你是谁的儿子 只要已经奖五堂 就一律平等一样循例一样学籍 任何特权必须放弃 任何长官的命令 你都必须服从 其实这已经是张学良的国魁 曾经二世前面 之后张学良的一律长 从你当一律师一律 张魁也非常逸致 为什么随后 和郭魁曾来世 帮助老张学院 发布了律平凡凡的政治中心 遭告全国了 其中四个原因 都被张学良入关了 这才为了一样 广告上第一次来判断 1912年 看着击多两只老师张学良 张学良在当局的 几名反复日子 正常在满足时里 小米一路 全一般看到本来 微微碎碎的张学良 一路才知道 原来老师不被教训还会 在门外他就发现张学良 还会有秘密 荒荡到乱丝里 张副理一律一律 还能够起了群身 往外重新 还会提问 他后去了毕业院教 给小六子找入海大学 毕业的老师张长学 一张工化 独军大学研究证明 怎么办 我连事拐他运个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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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事拐他 在门外他就发现 张学良的白龙一律 于是投机所号 给对方降致了 共产的地方军 还有先如今 冬备被日本和俄国 光顺和鲁罪 让张学良的心理 走了一个 包店强大的行为 这就是张学良 和共产的第一次行为 第二次就是 美其法红到乡丝上的学习 虽然他是大帅家的大公子 但郭松宁 并没有一位各种身份 和区别为他 反而对他 跟其他学生一样 这才让张学良 慢慢放入了大少爷的脾气 跟着郭松宁 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本事 江文初虎子 和张学良的偏思又不问 郭松宁当然愿意 把看家本事都传授给他 在张学良毕业之后 更把对方当作 左膀右臂 要到后面的第一次 一起操练新军队部 而这时候的张作银在战胜上 因为王虎将超强的揽军队 他的腰包贴得更处 有了钱就该考虑 考虑扩大自己的势力 在杨宇军的指挥下 第一次直凤之战爆发 和对方军队前进的 战术和武器 那奉军队大弹会不成绩 一路上延迟难度 最后还是张学良带着郭松宁 通过三冠 这才顶住了对方的炮火 车里让武器赴公圈奉天的计划 挂回好 使出了纠战 隐和的防御 带到张作霖重振起攻之后 就爆发了抵抗暗死的军队大战 新兵们在郭松宁和张学良的带领下 心虚无论 一路打到前方 以胜利去守了这次战斗 在两侧战争中 战争头上的郭松宁与战争 所为了奉军队大师万一战争 神兽张作霖重振 张学良更为他奉取了 宗宁与多修的七万兵俩 于是与他绍权一战争持出去 整个军队的领导城秀术 敌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里说郭松宁在港门 为什么这连续了一项 打着墨许又是清醒的国防被奉 只有的原因 不最多的问题 首先就是郭松宁与战争 小学良的带领 在宗宁与第一小时最名的带领 一方是郭松宁代表的 国内学校职业的陆大盘 一方是郭松宁为首的 日门学校毕业中央阳 这两方人马屋内在招职 第一个部分 一向是对话为严重 不算是郭松宁好好修理 生气 不要再过了一个阵势 而杨玉婷的行动 最后就是张作霖重振 对于郭松宁与多修 一战争过后 张作霖与人中人奉猫和奉猎的事 杨玉婷 张学良 将郭松宁得到的安慧山东和江苏 而功劳最大的 郭松宁随随随随随随随 一方杨眉同气 一方是葬杀之权 一下子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而张作霖一直把张学良和郭松宁绑在一起 只要儿子继承了他的前修大学 那么郭松宁就跟市长成功 有真正的一任之下 万人吃上的权利 只不过郭松宁太过军心 没有等到这一天 再一个原因就是 张作霖手里的将士也曾判定 一方是当年跟他打拼一下的手足兄弟 张作霖对他们是深信不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当初打掌入的方法 早就不实用了 这一点早在第一次制作战士 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二人一方就是张作霖 各个省份女方的身体 就比如说前代皇将将武艰 他们一个是我们的经纪 一个是我们的经纪 一个是我们的经纪 默契的配合 以及越来越大的势力 但张作霖对他们深信不疑 而郭松宁在这些派别婚位中 是个一人 他虽然是本性派手 但因为性国太多之心 不招量别人喜欢和接受 第三个原因就是 郭松宁经了我孙中山的一位 对于他们做主张的三连途 也非常任务 他的老公也是他们图谋会的会员 可见他郭松宁的行李 还是有了一颗救命于水母的心 才知道张作霖在日本打仗 采购军国 准备跟国内人进行更多的消息 之后 郭松宁非常不散 只不过人为严禁 没有人会在他们上 而张作霖也没有彻底成长性 自然是脑子数量 以色列原因就是郭松宁的性格问题 自尊性太多的强烈 不想跟他认识 杨玉玲得失之后 希望他跟郭松宁的作为 关系变得更加简单 虽然有张作霖在公圈牵牵插桥 才净两人吃饭挑走 但是郭松宁已经不想跟死柜 冲通过吃饭 更是没有了俗别的指导 之后直送大战之后 背心将能处出欺负 这带着不准备 而以后这样的行为 已经跟早餐差不多了 就算是让郭松宁的声音 也不会一直说的 只不过张作霖 让郭松宁的声音 反而是让郭松宁把人都带了 不大没有让他 没想起了很多事情 太阳心强的 在他的算计下死亡回忆 后来杨玉玲没有了靠山 他郭松宁手上 却有着七万几十元余事 阿里说高兴治愈 就既往不净了 毕竟穷猫复复复复复似 可郭松宁反而在火车站的时候 嘲讽杨玉玲 就像是恶作剧成功一般的兴奋 虽然在早饭之后 就连打了好几场胜仗 但因为 所预想的合作人的补合 为了争夺那一片利益 在莫里斗了起来 再加上张剧亮说了一句 十张家贩不谈张剧亮 让郭松宁做代理的队伍 有了反战情绪 这才会在这场战争中败北 一样的大货 其实细细研究的人还会发现 这件事情背后 好像还是日本和德国的影响 所以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 才会避免被别人操控的病